星期三頭銜這個名字就是又響亮又好記 目前的三圍是 30 好像縮小到H了 腰圍好像18還19吧 OK好 這麼久沒有出作品是因為其實跟前經紀公司有一點糾紛 應該說錢被幹走啦 五十幾被拿走了 對 老王 對啊他就名聲很臭啊 我講的都是事實 他叫做無中管 各位你還沒有加入思春慧的TG頻道嗎 思春慧的TG頻道 1月1號到2月14號天前抽獎 那過了2月14號會不會抽獎呢 會 繼續抽 照樣抽 現在就趕快加入思春慧的TG頻道吧 自己留言下方 上車 大家好 這裡就是思春社 為你解謎家人太懂的知識 我是吳茂茂 一個澄澄的AV女優 在開始之前 如果你對大人的知識有興趣 歡迎按讚、留言、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吃菜拿鐵去 今天真的好冷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梁子 AKA信義三頭犬 我想要問一下 信義三頭犬這個名字的由來 其實當初是因為我在那個Twitch直播 我有時候就是會穿比較少一點 然後粉絲就說 欸你哪個頭一樣大 然後他們就說 阿不然你就叫三頭犬好了 我那時候又住信義區 所以他們就叫我信義三頭犬 信義三頭犬這個名字就是 又響亮又好機 目前的三位是 30 好像縮小到H了 腰圍好像18還19吧 屁股最近縮水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腰圍18、19是很 OK好 太可怕了 關於梁子這個人呢 其實我有很多很多可以聊的話題 目前你給自己的定義的工作是什麼 你的主業是啥 我把每一件事情都當主業在做的概念 就很多很多斜槓 但是都是主業的工作 對對對 但其實主要說真的如果要說主業 主要說我來的人還是拍照 加持為主 然後再來其他工作有什麼呢 JVID、OnlyFans 然後現在又有在Swag直播 但我播的內容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就是片比較綠播 主要說我來的人其實就這些 然後其他興趣就是DJ 然後健身健美這樣子 然後會去比健美的比賽 沒錯 還有其他工作 經紀公司老闆 最近成為了一個 也不算老闆 算是副總經理 比起目前的工作 我比較喜歡幕後的工作 有一部分是因為 對自己的外表沒有自信 其實會比較傾向於喜歡幕後的工作 那在接觸大持的目前工作之後 其實也可以更了解 幕後該需要做什麼 所以我才想說 欸 或許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經驗 去帶領一些 就是想要加入這行的妹子 你想要找什麼樣子的妹子 其實我覺得只要願意 脫衣服 不是願意脫衣服啦 就是你尺度也不要大 但是我覺得 最少最少就是可能 內衣比基尼這樣子 你不一定要露點 那我覺得就是 感秀身材 不然拍美照 那我覺得 都很歡迎加入這個行業 目前已經有10個妹子了 對 差不多10個左右 你有就是想像說 自己的公司 旗下會有多少個人 就是多少個妹子 我比較像是 有點在用自己 試水溫的概念 例如說像swag 是我最近剛接觸的 目前在7月的直播 多久 1個月 我12月才剛加入 然後多久 1場 很開心情耶 不一定找得到他 就對對對 就是因為我有ADHD 所以就是假如說 我今天突然沒有能量 我很想講話 我就會直接開直播 因為我就是一個 有自由靈魂的人 就是你們可以先追蹤起來 之後再來那個 對對對 只要追蹤就會有通知嘛 你看得到就看得到 沒有看不到就是下次囉 收入比例的話 是JVID比較多呢 還是 OnlyFans比較多 其實JVID跟OnlyFans是 差不多的 在JVID的收入排名 可以排在前幾 我算一下喔 去年8月 就沒有拍過JVID了 但是到目前為止 每個月都還是有幾十萬的收入 沒有 沒有 因為是我 我真的很久沒有更新 然後所以其實最近收入是 下降的狀態 預計 三天後會復出 現在這部上的時候 已經上了 對對對 你要聊一下是什麼題材 這一次其實是跟我男友 大爆肚的互動 隔了快半年沒有出新作品 一復出就是找男朋友 他跟你們看 這麼久沒有出作品 是因為其實跟前經濟公司 有一點糾紛 應該說錢被幹走啦 所以其實那一陣子 我真的真的超級消沉 因為我的帳號其實不在我手上 就那時候 JVID的帳號是在公司那邊 當我拿回帳號的時候 我發現我兩個月的錢 都被領走了 所以經濟公司也幹走了 零零總總加起來 我覺得應該有 巫師記 巫師記被拿走了 對 我有去找律師 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是 還甚至去銀行啊 把所有的那轉帳紀錄 列出來 然後去對我 從以前到現在所有的 JVID的那個收入 我記得我第一個月是 我可能應該要拿個 十五十六萬 但是他只給我 九萬多 XX 我以前是XX的 Model啊 你看一猜就馬上猜這種 對啊 他就是名聲很臭啊 怎麼會想要跟他接近 因為當初其實 我不是這個圈子的人 我只是單純 喜歡Cosplay 喜歡拍照 被拐進來 對 然後就是有朋友介紹 因為剛好那時候疫情嘛 我想說 欸那不然試試看看 因為其實我也不確定 我在JVID上面 到底有沒有賺投 有沒有市場 那不是不知道嘛 那是 然後說欸好像還OK 那我就繼續下去 然後結果 結果過了一年多之後發現 哇這公司真的有點問題 因為到最後是連 薪水也是貸款出來的 其實這件事情 對我深信影響很大 有一部分是因為 像去年 我在準備健美比賽嘛 其實那時候就已經很煎熬了 比賽完之後 我去了泰國跟日本 就是大放鬆 然後爆買 然後回來 XX的收入 錢呢 為什麼沒給我錢 對 然後經紀公司消失無蹤 如果有想要加入這行的妹子 真的真的要打聽一下 這間公司的風聲怎麼樣 我講的都是事實 在這個業界 大家就是他 XXX 那其實也可以在IG上搜尋得到他 聽說現在躲在台中 還繼續在洗妹 其實他不只欠我錢啦 很多人都被他欠錢 我覺得應該幾百萬有 所以大家要小心 新進來的業界的妹子 可能還是要打聽一下 面前這個人的風評 一開始 加入他的公司的時候 假如說他覺得變成我搖錢樹 他就會 對你很好 可是後面假如說他覺得 你可能沒有利用價值 你就會發現 他對你的態度有變 可是那個時候已經簽了約啦 那時候就來不及啦 像我是一年一年簽嘛 那我第一年其實沒什麼問題 那是開始到第二年的時候 發現東西有點怪怪的 他的對待員工的方式 也讓我不是很滿意 所以就後來覺得 還是切割比較好 我現在是想要寄律師函 但是我不知道他人在哪裡 我不知道自己去哪 現在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兩次呢 就是現在開始的一段新戀情 現在目前跟新男友交往多久 我現在每天都被閃 其實正式交往是在7月的時候 哇 已經過了半年了 半年都還是熱點起 每天都是在發動態放閃 其實我一開始也有點猶豫 要不要公開這件事情 公開教外國男朋友這件事情 是會被攻擊的嗎 我有想過一定會被攻擊 說阿姨就是CCR 但其實我以前交的男朋友都是台灣人 大包哥是哪裡 波蘭 跟波蘭人交往 跟跟台灣人交往的差異在哪裡 我覺得最大的差異是文化的差異 不是屌的大小嗎 屌的大小我也用過台灣的大屌 可能甚至還比他長一點 粗一點 紅 我覺得不是屌的大小的問題 是會不會前戲 可是前戲這種東西 我不覺得波蘭會教耶 他們要怎麼教 男生要怎麼教前戲 我就是文化差異的關係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性能感 因為我跟前幾任都是可能 在泰國嗨的時候才有辦法感覺到快樂 之類的 或是假如說可能熱戀期天天打炮 然後過了可能三個月之後變成一個禮拜一次 然後久了之後變三個月一次 就是會覺得沒有那個信譽 可是我遇到大包哥哥之後 就我第一次跟他打炮 然後他就是前戲就是親啊摸啊 還沒有碰到下面 我就已經 很泛爛 然後那時候我才知道 我跟你講我不是性能感 我只是缺乏這個前戲 我最後要請大包哥來上一集節目 問他怎麼教男生前戲 欸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耶 我覺得真的要讓不會前戲的男生知道說 要怎麼樣去營造那個氛圍 讓女生覺得是舒服的 而且你頭前的觀眾想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真的可以邀請大包哥哥 但我跟他可能沒有辦法溝通 努力一點啊 以前遇到的男友或是泡友 其實我沒有遇過會前戲的男生 很常讓我感覺就是他們 只是把你當肉變器 轉一轉摸一下 還沒 再轉一轉填一下 親一下啊就進去了 而且就是打完泡之後就 就去洗澡 其實也不會抱抱啊 聊聊天啊什麼的 而且就是每一次都同一套 他居然還有不同套的前戲嗎 他會有不同套的東西耶 很多花樣 我覺得是他有時候會切換他的個性 就例如說他有時候會 比較強勢 對比較強勢 然後有時候比較溫柔 對 然後我就會不一樣 然後就整 失望 然後一方面是我覺得他很會舌吻 我也有一點創傷 就是因為我第一任 他很愛舌吻 可是他其實不會 我臉上是怕口舌 超噁心 泡萊椒的極任男朋友 我完全不舌吻 單純嘴唇碰嘴唇的親 直到遇到大包哥哥 拉抱 是為了你舌吻這件事情的毒水服 對 真的真的很舌吻 你光是親好的舌吻 你就可以屎到包 那你有想過要3P嗎 我也想過 那你想要跟誰3P 想要跟大包哥哥還有另外一個男生呢 還是想要跟大包哥哥 或者是另外一個女生 我覺得目前會比較傾向大包 跟另外一個女生 那你對另外一個女生 會有什麼樣的要求嗎 不能是隨便亂約的一個女生 我得對這個女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知道這個女生的個性 就是很多我身邊的外國朋友 就是他們很多就是遇到台灣的女生 就是一打炮就暈船 女人的暈漏通往心靈 很多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不希望有這種Drama 發生在我們的關係裡面 所以我希望 我們是可以講清楚說 我們今天就是單純性關係 誰都不能破壞我們的關係 但我們可以打炮 對 我們就是享受 開放一下報名 男生先不用 關於男生就是 如果是兩男一女 就是我嘛 要打炮的話 其實他說他有兩條 畢竟姓氏這方面要看 就是他們兩個 是不是同樣的模式 才不會覺得怪怪的 第一次才會有第二次的默契 你就要每一次就去磨合 才會有彼此的默契 確實 我就有遇過就是幾個男生 他們是已經很常約 他們就很有默契 那個玩起來就很好玩 所以要找有經驗的 對 要找有經驗的 你目前試過最刺激的心愛 我記得有一次是 我們去玩夜市 然後 要走去捷運站的路上 我就突然很想尿尿 然後那時候已經快要到捷運站了 然後我就說 我真的很想尿尿 我們趕快去捷運站 然後他就說 旁邊 他就把我拖去一個那個 草叢裡面 他是一個大龍後面的 就是人家的那種花園 就是草地 然後他就說 你在這邊尿 我就不要 因為我覺得在外面 他很髒 然後捷運站就在旁邊 結果他就是把我壓到牆上 然後就是 手就伸進去 沒有的 當下我是覺得蠻爽的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羞恥感 就是合意的印象 還有另外一個是 不算打砲啦 但就是 我們去爬象山 然後不是有那個六巨石嗎 就是網美拍照景點 對 爬上那個石頭 然後看著夜景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脫下來 帳簧一搭要不行 看起來太可口了 我就開吃 其實那時候是晚上六七點 但象山還是超級多人在那邊走 很緊張 我完全可以理解你 很讚 對 就好像有人 但其實好像沒人 你有什麼問題 你想要問兩隻的下面問 然後不要罵人家 我們觀眾好乖乖的 你們觀眾會罵人嗎 不會 但都色培 正常啦 我也很色啊 有什麼問題可以問他 對 我會去看你 我 我這還尋俗的 熱愛看了一眼 我是吳茂夢 是我們的私辰社 拜拜 拜拜 你還沒有加入我們私辰會的TG群嗎 我們每一天都會抽獎喔 每一天我們的部長都會在上面發送一些色素的福利和色色小物 趕快的加入我們的私辰會TG群吧